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第一次share编程与实践 我们今天学习第三节课 share成员中的运算和比较操作 在这节课呢,我们分为两个收视点来讲 首先呢,第一个指点是share的运算操作 第二个指点是share中test的比较操作 好,这节课我们可能分为两个小节来讲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share的运算操作 然后运算操作呢,也分为整数运算 还有esless的整数运算 还有expr的整数运算 还有bc的辅典运算 还有似乎称的运算 好,最后讲完之间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客户作业 好,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下less的整数运算 然后首先介绍less命令是怎么用的 less命令啊,让这个bsshare 执行算术式的操作 使用less这个命令啊,可以加两个值啊 执行一个加减乘除 还有取余这样的操作 然后呢,在这个 在这个,这种操作是经常使用 经常用的这个控制这个 程序的这个流程结构 然后或者是执行执行程序 它需要的运算操作 注意啊,这个less命令啊 只能执行这个整数相关的运算 你让它执行小数 它肯定是不行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我有两个数值 第一个数值是100 第二个数值是3 我执行除法运算 那么100除去3 应该是33.3333 对不对 后面有无数3 但是如果我们用less命令来 进行这个出发操作的话 如果用less命令来 进行这个出发操作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值 只能保定的33 就这个意思 在小时部分 它就把它给去掉了 好 然后less命令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们大家讲一下 首先 less命令后面跟 变量名等于 然后变量1 运算符 是加还是减还是成 还是除 还是取余 然后面跟变量2 这是一个完整的运算 完整的这个用法 然后呢 大家讲一下 讲一下 常见的这个算数操作 和这个其他语言类似 这个算数操作呢 也分为这几位 首先呢 加法 减法 乘法 除法 最后也是一个取余数 取余数 然后需要 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 在C语言里面 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 变量一个加1 那么是I加加 对不对 I加加 这个 letter里面 也可以让这个 也可以写成 I加加 它就等价于 I等于到了I加1 这么写的话 可以是不是 可以讲我们的书写工作 对不对 好 好 下边我们讲一下 这个Lite命令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 我会结合一些 我们工作中 常用的一些 这个 操作 给大家的这个 在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 那个胶本中 完全体现出来 好 首先看一下胶本 这胶本的功能是 让Lite执行 算数类的操作 实际上我们进行三个变量 I 勾 还有K 它分别是10 20 还有3 然后呢 直行算数运算 让Lite RES1 等于这个核的运算 让Lite RES2 等于 减法的运算 然后Lite RES3 等于乘法的运算 结果 然后Lite RES4 等于这个除法的运算结果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输出这个 输出这个结果 输出这个加 减乘 出的结果 对不对 正经测出结果 好 我们看一下 实际的脚本 动的服务器 看我们脚本 要 Kat Operate Lite 对不对 好 定义三个变量 定义三个变量 执行算数运算 然后输出运算结果 好 我们现在可以执行 Lite Operate Lite 好 这样呢 就输出出来了 加法 核子 核子运算 是三分三 减 减法运算是七 对不对 R是减十 再减三 等于七 那乘法运算是 i乘勾 两百 乘以三 六百 对不对 然后输出发运算是 i乘勾 然后除以k i乘勾 是两百 除以k 除以三是 六十六点 六六六六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Lite的命令 只能保存 整数结果 只能保存 整数结果 一定要记得 小数部分 肯定把它 去掉了 好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 好 然后我们 我再举一下 Lite的方法 来控制流出结构的 一个另外 另外一个例子 好 我们看脚本 KatOperate-Lite2.sh 然后使用Lite的方法 控制流出结构 还是定义两个变量 i等于1 n等于3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Y循环 Y循环后面 我们会主要讲 这个地方主要讲一下 如果使用这个Lite 来控制这个结构 好 循环 然后结果 这个判断调解 实动文真 对不对 那么这个循环体 我看循环体的内容 循环体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 我们刚才定了 i等于1 对不对 好 i等于1 如果 如果 i这个值 小于 Le是小于等于 低于 也是小于等于 n等于3 对不对 那么肯定是第一个条件满足 然后输出到了i i是1 对不对 好 继续循环 然后继续往下执行 然后让这个i等于到了i加1 那此时的i 是不是变成了2了 对不对 好 i再比较 这个i小于等于3 对不对 然后继续输出i i的值变成2 然后再输出3的值 然后再i加1 对不对 i加1 然后这是2变成了3 对不对 3 i小于等于3 然后再输出这个i的值 i的值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3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然后i i再继续往下走 i变成几了 变成4了 对不对 i等于到了i加1 i变成4了 对不对 好 再继续判断 如果4小于等于3 那不可能吧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就是 i奥斯这个条件 那么i奥斯发break 就退出上去循环 这个循环就完成了 结束了 好 那这种结果应该是输出1 2 3 对不对 好 再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在服务线看下这个程序运行结果 好 看一下 实行 patch offbreak flash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实行的结果 结果就可以了 好 实行 offbreak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同一开始一直到 一直到3 那么输出了三次 对不对 然后继续的i 变成就这个地方 这两个操作是一样的 这两个操作是一样的 let i 等于i 等于i加1 和lot i加加 这两个方法是一样 完全一样的 用两个方法都可以 好 让我们质讯一次看一下 是不是输出了34 是不是输出了34 123 是不是这地方可以用这个let命令来控制这个流程结构啊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掌握经常用到 好 let运算就讲完了 然后所以下面我们讲这个expr的成熟运算 expr在零用中啊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命令 然后和let的功能类似啊 它可以做算数运算 然后它也是只能进行算数操作 不能保存这个小数结果 然后除其算数运算之外呢 我们那个expr还可以进行这个伺服上的操作 可以进行伺服上的操作 一会我们下一节啊 我们会讲这个伺服上是怎么操作的 好 因此这个expr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然后使用expr这个事情 这个来进行算数运算 它的 它的语法是什么样子呢 好 expr空格 表达是1 然后操作符 这加还是减二乘还是除 然后空格 然后表达是2 只有这个命令之后呢 它直接将这个结果输出出去了 而不需要像let的那样 是在输出一个结果 再输出一个变量 好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好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操作符 加和点还有乘还有除 有一个操作符必须要注意 那就是乘法 当使用乘法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用这个 反斜杠 来加上反斜杠 再用转译 来告诉这个expr 我现在进行的是这个 乘法一算 然后呢 除了之外呢 每个操作符之间啊 操作符和两个这个北大士之间啊 一定要有空格格开 这地方 好在这命令是不一样的 那这命令可以直接 直接不用空格写 直接这个操作符与北大士 实际上可以不用空格 但这个expr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然后expr不适合少数运算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好不好 嗯 好 我们可以比如说 expr1加1 叫我几下 是2吧 对不对 然后我再看一下 expr1.1加1 那这时候 它会提示你说 非整数类型的这个运算 对不对 这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expr1 同样不适合于小数运算 好 再说一下 常见算数操作 常见算数操作 常见算数操作还是 还是那么几样 一个是加法 减法 乘法 还有除法 还有局数 刚才说了乘法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反鞋杠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好 下面讲一下 expr1的命令使用方法 第一个是 执行常见算数运算 操作 好 我们还是同样定义 这个三个变量 i等于10 go等于20 k等于3 对不对 然后执行算数操作 首先我输出了三个变量的值 这个大家不能看到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让这个 expr1等于加法 加法运算 求和 然后expr1等于减法运算 取差 expr1等于乘法运算 这个地方注意 反鞋杠 反鞋杠 一定要转移 一定要转移 然后expr1 应用除法运算 除法运算 注意它的写法 这个反鞋杠 这个正鞋杠 正鞋杠 除法运算 好 然后再输出运算结果 这个意思 好 好我们动作服务器 看一下这个执行的结果 动作服务器 看 offrate eft eft 好 看一下 这个程序的这个写法 三个变量 执行这个运算 然后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还是加点乘除 加点乘除 我们看一下 重点关注一下 它是不是能够保存这个整数 保存小数 看一下 追行 s offrate eft eft 好 看一下 对不对 输出结果 i等于10 go等于20 k等于3 对不对 好 加好 减好 你不看了 乘法 我们看一下 i乘够除以k i乘够是200 200除以3 等于666666 但是这个结果只保定66 也就是说 eft 只能进行整数 好 下面 下面看一下这个expr 执行这个 执行一个控制流程的一个结构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expr 好 下面讲一下expr方法的控制流程结构 好 首先 根本这里有个交板 叫cat operateexpr dfs 可以上一节的那个let let的套套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好 i等于1 定量变量i等于1 n等于5 对不对 然后用expr来控制流程输出 连续输出i变量的值 总输出几次啊 看一下n等于5啊 我们是不是要输出5次啊 判断 好 循环一直是成功的 一直是1对不对 执行循环体里面里面的这个算法 如果第一次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i等于1对不对 第一次i等于1 好 i等于1 1小等于5 对不对 那么好 执行输出 输出i就是1 然后呢 让这个i再加1对不对 让i加1 也和i等于xpr 反引号啊 这时候一定要反引号引起来 反引号 表示执行一下命令 这个地方给lite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啊 好 第二次i变成了r 对不对 i变成了r 那么r还小一等于5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输出r 一直到 一直到i等于5 对不对 一直i等于5 i还小等于5 小等于5 然后再输出 5 对不对 然后i变成几了 i等于5 加1对不对 6了 6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 1-6小一等于5 那么不可能吧 所以说我们进行一个elf操作 我们退出 好 测试退出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看一下程序 看下这个程序 看下这个程序 定量的变量 循环体 循环条件一直变成1 一直会为处 然后呢 直行循环体 好 我直接再继续看一下 好 好 是不是输出5次 是不是输出5次 对 好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哪个地方 i等于 反引号 反引号 efpi 等 efpi 空格 到了i 空格 加空格1 这些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espi 这些我们大家讲完了 下面我们讲一个辅典 辅典 辅典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辅典典 辅典典就是小数运算 对不对 好 led和espi不能处理辅典典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呢 并且缺乏特应的重要一些精确操作 但是那个bc啊 lis里面有一个bc有个小工具 这个可以进行辅典典 辅典典 然后它能提供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复杂计算功能 bc啊 常用在这个使用在这个管道里面 管道里面 这就是管道 对不对 这就是管道 好 bc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 编辑名字 等于 然后反引号 反引号 反引号 然后输出 选项 echo 然后双引号 options 然后后面是操作符 操作运号 操作运号 好 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叫scale scale scale意思是什么 就是精度 scale做为bc的一个最重要的选项 用来指定输出小数的位数 这个小数的位数啊 比如说我保存的小数后面为次位小数 那么这个地方scale等于次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啊 例如 例如 n等于 反引号 echo 双引号 scale等于3 然后分号 13除以2 这结果能够多少 是不是6.5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扣入了3 那么好 它要输出 后面九点之后的三位小数 那么就是6.500 好 这就是这个复权云算的一个使用 使用 使用方法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常用的复权云算 大家看一下 还是看这个 Operate Cat Operate bc.x 首先定义三个别量 i等于10 勾等于20 k等于3 小数点之后 我留5位 然后呢 $i乘以$go 除以$k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相乘去 再除以这个 Cat值 然后小数点之后留5位 好 看一下 这个结果 看这个结果 我们在服务器上看这个结果吧 看一下服务器上 是不是保存的 5位小数 5位小数 $h Operate B C 对不对 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对不对 好 这又是复权云算 行 这个地方复权云算 这些地方我也讲完了 然后呢 下面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部分 是字符串的云算 字符串的云算 是这样的 我刚才就说了 给大家说了 EXPI命令 既可以执行这个 算数云算操作 它也可以执行这个 四伏串的云算操作 我们看一下 然后使用EXPI命令呢 EXPI命令 我们常用的这个 四伏算操作有哪些呢 我给大家列了几类 第一个是取出 输出四伏算的长度 这地方大家是一定要知道 是等输出四伏算的长度 就是求长度 第二个是去四伏 就从一个 从一个字符串里面 取出我 想用的某一 某一长度的字符串 这就是取四伏 第三个是 四伏算的连接操作 四伏算的连接操作 这个地方 还有最后一部分 是四伏算的替换操作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输出四伏算的长度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四伏算叫 名字叫 STRE等于 EBCDE 1235 是十位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 取这个四伏算的长度 第一个方法 可以使用 EACO命令 然后后面给你刀了大文 大语 大括号 然后警号 警号是一个特定的字符 专门输出这个 用这种设法的话 它就是想输出 STRE这个变量的 这个四伏算的长度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十和四伏算 是不是这个四伏算的长度是十啊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EXPR的方法的话 也可以输出四伏算的长度 我们使用呢 EXPR 后面跟 后面跟这个选项 后面跟 选项叫length 有长度的意思 然后呢 四伏算的名字 好 四伏算 是不是长度是十啊 对不对 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掌握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多了解 这样方法呢 等于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 最好是掌握下来 最好是掌握下来 但是掌握其中应用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然后第二个操作是取子转的操作 然后 取子转 它的语法是这么写的 EXPR SubSTR 就是取子转的操作 然后呢 Stream 这个字符算的名字 然后position potension 表示你字符上 从哪地方开始取 然后取到length 表示取多长 取多长 这是一种写法 然后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取子转的长度 这个这么写 echo 到了符后面 用大括号 然后变了名字 然后呢 冒号 potension下标 然后长度 这个地方和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呢 这两个地方有个区别 大家一定注意一下 然后呢 EXPR 它取这个字符条长度的时候 它的这个位置编号 是从1开始 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这个字符算 是不是 它的下标是从1开始的 如果你用EXPR来取的话 它下标是1开始的 那如果你要从 你要用这个echo的命名的取的话 用这个 用这个方法 它编量0 大括号的方法取的话 它下标是从0开始的 对 是从0开始的 知道吧 好 我们举个例子哈 好 我们定义一个伺服势 train等于AVCD123127890 90 90这么多伺服势 对不对 这么长度的伺服势 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substr来取 好 EXPR substr 选项是substr 然后strain dollstrain 对不对 dollstrain strain是这么长一串 对不对 然后从第一个开始 从第一个开始 然后取多长呢 取三个 那么结果就是 是不是 从第一开始 第一个第二第三个 只能取三个长度 那么结果是ABC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如果我们采用这个echo命的输出的话 echo到了 然后大言大号 strain冒号03 对不对 0 一定 0 它是从下标开始 下标是从0开始的 然后长度还是3 那么还是ABC 对不对 这两个方法大家需要 多详细的了解 如果可能的话 大家都要掌握 至少要掌握其中一个方法 好 然后有一个下面是 自负车的连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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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R命令 应该是没有这个 自负车的连接操作 但是呢 但自负车的连接操作 它也是非常常用的 这些地方需要大家来 来知道是怎么个连接方法 好 下面看一下我 我总结的 第一个是S 我们定义两个 定义两个变量 定义三个变量 STR1等于ABC 这个自负车 STR等于123这个自负车 好我现在要做一个操作是 将STR1与STR2连接起来 揍成新的一个自负车 然后这个自负车的 变量名字叫STR3 好 那这时候呢 是不是 这地方应该是小 对 然后把用这个STR1 STR2 功能所成为一个新的自负车 那叫STR3 然后我输出STR3 然后这个输出结果呢 就是ABCER3 好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 可以通过一个 其他自负车来 之间的隔开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用逗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用逗号的隔开了 那么STR3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变成了 EBC 逗号ER3 对不对 好 好 最后我们讲一下伺服社的替换操作 然后EXPR EXPR 命令里面也应该是没有这个伺服社的替换操作的 但是伺服上操作啊 在我们这个shel教本子里面也是经常用到的 这个地方请大家来认证地研究一下 好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伺服社 STR1J等于U&U 这个伺服社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有两个U 对不对 U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操作是指替换一次 只匹配一次替换 只匹配一次替换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写的U 是不是 好 我们把第一次就把这个U 小时的U 可能大小的U 好 其他呢 其他U 就不 就不替换了 就这样了 对不对 U 这个结果就是U&小时的U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个要需要将全部替换 如果全部替换 那么怎么写啊 那需要这个这个 到了这个大号里面的这个 这一个写杠 我们用两个写杠 就表示 全部替换 好 你看一下 我们将小时的U 用大时的U U 来全部替换 那么就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对不对 好 行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我们登陆服务器 登陆服务器 进行一个变量 对不对 对是 然后呢 只收出 只替换一次 看一下这个杠 只有一个杠 只有一个杠 替换 是不是替换一次啊 第二次除了没替换 然后替换两次呢 把这个杠 有两个杠 好 是不是都替换了 对不对 都替换了吧 好 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就讲完了 然后这个12的运算操作就讲完了 给大家留个作业 看一下 第一个是熟练掌握用 第一个是熟练掌握用Lite EXPR 执行整数相关的运算操作 熟练掌握这个语法 第二个是熟练掌握用BC 执行伏点数相关的运算操作 掌握Skill的含义 你一定要掌握CKL的含义 第三个是熟练掌握 四复扇的长度操作 也就是说 统计一个四复扇的长度 取一个四复扇的尺寸 然后四复扇的连接 还有四复扇的替换 这三个 这三个作业 一定要大家也在课后 也要练习一下 要掌握起来 好 这一刻我们讲完了 谢谢大家